我们今天来挖这个野生的调料做凉粉 这味道真的绝绝籽 这片都还全是雪 好清那这水 挖一下看看有没有 这下面是什么样的 这个不能吃吧可以吃 这怎么吃 这可不可以挖回去种啊 可以 就直接挖回去种 这还很小 那里面还有 我们现在要把它种到我们后院的这个坡上 这个种进去以后大概过两个月吧就能长出来 要过多久 一两个月 春天天气暖了以后就能长出来 它就是那种野韭菜 我们种在我们自己家里面的话想吃的话很方便 就吃多少摘多少 因为这种野韭菜就是过夜以后它就没有韭菜味了 要吃新鲜的 它这个已经就是在发芽了 这边还有一些我们遇到辣椒苗已经在长了 还有我们的这颗花椒酥青花椒 今天应该也会结 看这边 现在做手工凉粉 一碗红薯淀粉 两碗水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锅里面放四碗水 把它烧开以后 加入之前搅好的红薯淀粉 开小火一直这样搅动 搅到它变成这种粘稠的有一点点颜色的时候 就可以了 现在盛出来就是热凉粉 加一些调料然后把它拌匀就可以吃了 这时候口感非常的好 这就是那种糯糯的有点辣的口感 超级的好吃 这真的可以吃到停不下来 这么一大碗 我很快就已经吃得干干净净 剩下的这些装到一个碗里面 放冰箱里面冷藏一两个小时 就会变成这种正宗的红薯凉粉 分开切成这样小块小块的 在切些之前挖的野韭菜羹当调料 这个就是大家多碎 就有一种我老家叫叫什么 酵头的那种香味 清香味 这个就是大家多碎 拌好了以后就这样的麻辣鲜香 非常的诱人 来做了花菜炒香肠和一个酸辣土豆丝 酸辣土豆丝 这土豆就是很脆的 你喜欢吃脆的还是软的土豆 脆的 我也喜欢吃脆的 这种凉粉其实还可以用来红烧 红烧出来也很好吃 你尝一下这个凉粉 你把它跟萝卜一起 就这个这个是小 这是萝卜不是蒜 你看这个就是蒜 这不是 这是那种脆的那种萝卜 就一口这样一起吃进去 是不是很棒 嗯 不错吧 然后你能吃到我们挖的野韭菜的那个清香吗 嗯 可以吧 这个萝卜是泡的 就是我 就是泡萝卜 嗯 泡菜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做的 你 我知道是我做的 我说这是用什么做的 用什么东西 啊 这凉粉是什么做成的 小刀 就是它的成分是什么呀 这个分是干的 干的粉它是什么粉 不知道我是说它这粉是什么做的呀 是什么东西 什么植物 抹鱼 不是抹鱼 嗯 鱼头 也不是鱼头 就是一种很常见的东西 你以前还挖过的 这个 山药 不是山药 哈 也是长长在土里面的 萝卜有吗 有啊 我们上次还挖了 你还种了的呀 就是我们上次在那个温房里面挖的 我还录了视频 你就是那个淀粉 淀粉用拿这种东西可以做成啊 就是我做饭用的那个淀粉 有豌豆还有什么 有豌豆还有什么 有土豆还有什么 这个 嗯 所以 所以吧 我是说是什么 哎呀 我是说是什么植物 拿个皮 就是它长在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个植物啊 那个可以吃的东西 那么熟悉的 想一下呀 红什么 红烧 凉啊 凉粉凉粉好吃的很哦 我饿吼